好,第一個demo,現在開始了,就是Deploy Oracle Database Patch 很多IT的部門都會知道,其實Lock Patch,無論Lock Database Patch也好,或者Linux System Patch也好 其實都很經常要做的事情,亦都很routine,時常都要做的 尤其是要下不同的場地,或者不同的環境都需要下 各大廠商都很定期,每一區或者每一半年都會有一些critical patch Lock Patch其實是一個很重複性的事情 這件事正是ANSIBLE可以幫助大家如何自動Patch的設計 我希望借以以後的第一個demo介紹如何寫這個tebook 以及如何做到這個設計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螢光幕上有模擬了兩個VM Server 右邊的VM Server就是一部Database Server 裡面我們裝了三個Database Server Oical 11G,12C,19C,和上方也會走出不同的因素 你模擬一個Lock Production的環境,通常都會這樣 在左邊 左邊就是我們有一個ANSIBLE Server 在這個ANSIBLE Server上面我們已經製造了一個project 這個項目叫做Oycle Underscore Patch 我簡單介紹一下 一個項目有一個組織是怎樣呢? 裏面有什麼主要歌話的琴功能 去建立一個ANSIBLE Project的Paybook 第一個就是Apply Underscore Oycle Underscore Patch 這個Wired Mail 你當作這個就是這個Paybook的Entry Board 換句話說,如果你想起立這個項目 在 command line 的項目 我們就會走這個Paybook 裏面會幫我們逐步逐步做一個項目 如果我們下了Patch 其實我們首先要下載了Patch的set 的file進去我們的設備圖 所以我們可以先下載進去 放到ANSIBLE Tower 在這裏 接著你會見到10Pay Folder下面有三個Salescript 這三個Salescript 其實是幫助大家 用來進行一些command 或者做一些你需要下Patch的動作 這三個Salescript 和上面的sift file 等待一會兒Paybook 一走的時候 它都會抄過去 那個Icle Server 然後就會下載進去 所以在demo上面 你都會看到 抄了它 放到左邊的一個 booking folder 好了,接著 最後一個Task Task 下方有一個叫Main YML 你可以預計Main YML 就是你這個Paybook內 主要行的每個步驟 是怎樣行的 Configuration setup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究竟那個entryPaybook 其實做什麼呢 所有Paybook 如果寫過的 都會知道 它會開始用三個Desk 下面會給它一個名字 這次我們這個名字 就是Icode Database 意思的db patch 下面有個參數 叫做host code 這個比例就是 我這次的patch 其實是進去12c的Base 不是進去其他版本的 另外叫做getterfax 就是要收集一些 variable 一些需要的東西 好了 這個Paybook下面 會有什麼行動呢 就是 我們跟回一個 BestPractice 的方式 就是Task TaskDefineRole 而這個Role 就是派一個Icle patch 所以我們等一會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提供 我們會提供 的inventry file 的host 的dafinition 以及我們會詳細 詳細 詳細 究竟主要是做什麼 好了 一個inventry file 就是 在哪一個 Paybook 中 它會告訴你 這個project 它會 在哪一些 host 的宣度 你可以在這個inventry file 裏面 裏面 解釋 你究竟 AutoDB12 有多少個host 在我這個例子 只是一部機 但如果你有multiple 的伺服器 就在這裡加上 換句話說 你在 kickstart 這個Paybook 它就會幫你逐步逐步行走 所有的東西 好 接著 如果你想調整一些 host base 的variables 也可以在這裡調整 這就是host base 之後可以讓Paybook的主要項目 去refer to 而做一些相對應的動作 你看到這裡 譬如說 有SID 或是DB Source Director 在這裡 report對面的host 哪個target director 知而處理 你都可以 重點 我們現在怎樣寫 Lock Patch Lock Oracle Patch 的Paybook 好 第一步驟 第一步驟 我們要先把 我們要用的sales script 和寫入salescript 也要先把寫入sale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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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看到 我第一個步驟 就是用unarchive的 bluin modules ANSIBLE 是很好的 有數百個bluin modules 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做每一個task 之前 我們都要找找 有沒有一個bluin modules 可以使用 這次我用了unarchive 這個module 這個module 我們做了什麼呢 就是 我會把一些parfile 或savefile 抄對面之後 就馬上 unpar 或者unsept 變成 兩個動作 一次過做的 你會看到 我會定義一個source 在哪裏抄 designation 抄到哪一邊 可以specify 抄過去的模型 和task 的file名 這裏就是unarchive 這個module 抄完這個file之後 我們要再多抄兩個savefile 將這個bluin 都會call 使用 所以這次 我們用了另一個bluin module 叫做copy copy和unarchive 有少少分別 不會做unpar 所以很簡單 我們會告訴他 source designation 然後再進行 2nd mode 這樣便足夠了 當我們抄完所有的file 下一步 我們就在下 batch之前 大家就 其中一個步驟 就要 射擊了 data base 那個version 如果有一些instance 在走的話 我們要射擊了 如果不然我們就不能下 batch 所以 我們在這裡走一個 第三步 我們要走一個cumrand 去拖一個remote shell script 去到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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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就 射擊了 我們為了可以做一個對比 我們特意 去下 batch之前 我們再測一次 現在的12c 去到哪個 batch 先做記錄 好 最後 我們真的要下 batch 我們就跟著 就是 我們走另一個save 去找一個 py patch 叫做save script 然後 我們用 register 這個 command 去將 在target hole 上面 那個console output 就把插入 儲存在 這個variable 然後 下一步 我們可以debug出來 可以插入 儲存下 所有的 output message 去到我們這部 nfo server 最後 我們做完之後 再檢查一次 quan moon 圍門 看看 這個錄了 讓大家看看 整個ulu 每一步 會來 現在就開始 現在有螢光幕分兩邊,右邊是模擬的data-based server 現在是3個p-mon,機器是STAR,Active的Instagram 其中2個是12C,1個是19C 左邊是ANSABLE server 我們已經建立了Auto-Patch這個project folder 裡面有InventoryFile和MainEntryPaybook 我們怎樣開始這個Paybook呢? 很簡單,我們打ANSABLE-Paybook-I 我們把InventoryFile的名字 再打Apply-Paybook 簡單一點,就可以開始這個Paybook 去行動這個project 回落選擇 逐遊一旦動 investiga 後來,당히抓住一個Paybook 筆記著 一失 art 去看看這個folder有否有多數碼 因為如果抄襲過去的話 save 了之後就會看到一些folder存在在這裏 因為這個save 數碼都很大 700幾MB 所以需要少少時間抄襲過去 抄襲過去之後 他會馬上問他 所以如果這邊是看到一個folder 一個數字的folder 其實就是代表 那個patch已經抄襲過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右邊 有看到這個folder 換句話說 save 已經抄襲了 現在正在做unzip的動作 當它unzip完之後 左邊你會看到 有一個copy的步驟 就應該做完 就 move on 抄襲另外兩個save script 過去的dv saver 畫還沒完 你看到這裡已經是 做完一個save script copy 另外 接著就可以 下一步 剛才我講過了 下一步就說 我們未落之前 我們要 關掉了 在部機正在走的12c 好 我們這邊怎麼知道 關掉了沒有呢 我們很簡單 走回ps的command 然後嘗試去抓回 究竟現在 在iql server上 走中 或者走剩下的 incident 是有多少個呢 你看到 現在的8個 就是cdb2 應該是19c 如果大家有記憶 就回落上去 走前其實有三個 換句話說 剛剛 這個step 已經成功推翻了 其中兩個關於12c的incident 而我們也 cd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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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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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距離之前 我們首先先查一下 現在它下到什麼 大家認可看 左手已經看到了 現在是 2931 4339 這個 patch 如果我們下完新的 這個之後 我們再檢查一次 就應該是 override 這個 patch 了 這個patch 大概 因為剛才說過 700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etubex patch 所以落的時間 都會比較長 我們怎麼知道 db2 在走 我們從 grab command px -ef grab command 回到這邊 看 原來 process正在走 現在已經在走 old patch apply 換句話說 現在已經在走 落patch的動作 而這個動作 也要走近十幾分鐘 所以我在這個影片 我也是 fast forward 了 這段時間 就會很快 叫做走 這段時間 就讓大家看到 現在看到 橫口未完 你們會看到 patch 3088 680 已經successfully appied 下去了 最後一個步驟 是再檢查多次 inventure 看看patch 成功 register 進去 你看到 就是 同一個 command 它已經變成更新的patch level 如果大家有 記得的話 我們 落patch之前 它應該開始 二至頭一個patch level 我們上樓梯看看 好 就是2931 4339 換句話說 我們的patch成功落作之餘 oracle inventure也反映了出來 而 你會看到 這個被迫都已經走完了 它有個summer 就是 走了哪個summer OK了10個summer changed了7個 非要是沒有的 那麼 整個patch 很快地走完了 亦都很簡單 那半句話說 大家除了可以automate 之外 其實可以看 儲回所有lock 將來可以做audit tracking 可說 我們在網上 有關 都可以做了 解錄